而有新唐人制作的热点互动评论节目 近日探讨台湾媒体垄断话题 节目连线了多位台湾媒体工作者与学者 分析一传媒由旺旺、台素等几个 在中国有庞大事业经营的财团并购之后 所带来的疑虑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旺中收购一传媒 中共统战家具吗 针对旺旺集团在台湾经营并购媒体 却屡遭学者反对 节目连线台湾资深媒体人 分析事件始末 蔡董事长买下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之后 外界的观察 一般是认为在两岸关系 以及涉及事物 关于自己的事物这两个方面 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那两岸关系方面 外界的解读是认为 跟中国这方面更倾斜 你只要有生意在中国大陆 而且你的主要生意在中国大陆的话 那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中共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用这种商业利益来卡住你 让你来为它做宣传 评论节目透过直播 向全球观众 剖析台湾遗传媒并购案争议 与中共在全世界操控媒体舆论的手法 新唐人亚特电视综合报导